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节的万迷早晨节目 这节目会讲一下球员的转会传闻 那就是云迪碧 不过讲云迪碧之前就想解答了一位朋友的问题 因为他昨天就问了 有位朋友说 究竟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转会不是有一个规矩 就是要得到球会的同意才可以跟球员谈的吗 为什么很多时候 对手的球会很快就已经跟球员达成协议 这个规矩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呢 以我理解 一定要得到 原本的球员所属的同意 想买球员的球会 才可以跟球员谈论个人的条款 有个人的条款 比如以新组那件事 大家都知道 多蒙特已经说有个君子业定 如果合格就会让他走 所以曼联 跟新组谈个人条款 现在猛话就说已经搞定了 其实一定是多蒙特会给了准许去做 给了准许去做 但是也有时候 为什么你会看到 明明球会都说不让他走 但是为什么 那些想收购的球员又会跟 那个球员好像在谈谈 这个就是 转会市场 复杂又微妙的地方 亦都是为什么转会市场有那么多中介人士 或者经理人 就是这样 因为 例如我当曼联想买新组 他就不可以直接跟新组 或者新组的经理人 去直接谈 如果多蒙特不肯的话 但是 除了 多蒙特球会 除了新组 和他的经理人之外 其实在转会里面 还有很多中间不同的中介 这个就要看一下你对 转会的运作有多熟悉 很多时候你就可以跟一些中介谈了 或者经过一些中介去联络 相关的经理人或者球会 总之 规矩就是 如果有证据 你未有 对方球会 例如用我们的例子 如果多蒙特 是没有 手肯 曼联和 新组去谈 而有证据他们有直接联络的话 这个就是犯规 但是 如果他们只是间接 经过某些中介 而又没有 直接的联络 其实这个就是 现在的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 亦是大家常常看到 这麽奇怪的 就是这件事 所以 其实 假设 多蒙特 不是 给你谈的话 你怎样谈也好 新组的阵营 都不能够 原来接受曼联的 但是可以先谈 为什么可以先谈 就是这个灰色地带 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 好了 说回云迪碧 这件事 老实实 一直都有传闻 说云迪碧 拿不到正选 所以 他也 想走 这样 诸如此类 早几天开始 传得好行 就是这个 阿仙奴 对他有 有 说真的 这件事 我原本都没有 打算说 因为 说真的 云迪碧 真的走 是不是真的去阿仙奴 这样 但是这几天 越传越 热闹 尤其是 连 阿仙奴名宿 Iain Wright 胡黎 都是说 如果云迪碧 去到阿仙奴 我就好想他去阿仙奴 因为 他觉得 他在曼联 跟位置 跟普巴 亦都跟 Buno 重叠 在曼联 他没有位置 这样 说真的 既然去到 Iain Wright 都要说的话 我也想跟大家 说 或者也都 刚刚 昨晚开始 跟进 这件事 是什么 胡鲁迈 什么药 我想跟大家 说 我自己的看法 OK 好了 首先要跟大家 说 事源是怎样的 大家都知道 瓦迪达带着的阿仙奴 都挺混乱的 其实 阿仙奴是不是不肯买人呢 不是 因为他们也买了 前线的球员比比 在 瓦迪达 前 瓦迪达 球员比较便宜的 比如 卫尼安 或者 大卫努尔斯 一些收级 大卫努尔斯 好像不跟阿迪达 我都忘了 但是 卫尼安 一定是 但是 弄得 瓦瓦 云家一直引以为傲 云家就当时欧联 然后退一步 欧巴都好 有欧洲赛 到了未来 阿仙奴就连欧洲赛都没有了 所以都挺混乱 再加上 欧超联的情况 就算 Steve Conkey 他们的班主 多不想都好 都要做些事 所以 在这个转会窗 全阿仙奴的球员 和全曼联都可以比 传很多球员 Bizuma 但是我觉得 Thomas Party 已经是这样的位置了 传了Bizuma 即是怎么样 Thomas Party又放走 Anyway 别人求的 我都不说那么多 但是 文迪比这件事是怎么传起你上来的呢 最初我就看到 是MIRROR报道 这个MIRROR 是英国的镜布 就不是姜濤的MIRROR 不是姜濤的组合 是镜布 英国的镜布MIRROR传的 但是最吊诡的地方 我再来 手证一点 就是说 原来MIRROR引述哪里的呢 就是引述 90min 即是90min的这个媒体 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因为 90min其实就是一个网页 其实很多时候 以前来说 应该是 报纸的记者 找到 一些资讯 而90min这些网上的媒体 就去引述的 但是这次 或者现在也有一个趋势 反而 是一些报纸 就引述 一些网上的媒体 我们看看 接着 找回 90min那里究竟说些什么呢 原来在90min的文章 MIRROR或者镜布引述的呢 就是说了一大堆球员 阿仙奴有兴趣的 而里面 其中有一段 那里面 正正就是说 阿仙奴有这么多中场球员 就将会走 Megandosi Tierra 那些全部 有机会走 所以 一定要买回一些有实力的 中场球员 就说到 雲迪迫就是其中一个 还有 他们 他们 有 知识 或有资讯 就说 阿仙奴甚至乎 已经接触了 曼联的 所以呢 说真的 以我们 看这个转会的经验 老实说 真的作文比赛都不合格 因为 完全没有根据 但是 所以我原本 说真的 早几天我都没想着说 但是现在越传越空 传到ENY都说了 也不仅仅我们觉得要出来说 连我们觉得 最经常都会提及的 转会专家 Fabricio Romano 都出声了 那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呢 现在 阿仙奴和曼联关于雲迪迫 没有说过任何事 阿仙奴是会签一个新的中场球员 但是那个应该就不是雲迪迫 因为他说这个帖子就应该是几个小时前出的 他说今天为止 阿仙奴都没有 跟曼联关于雲迪迫的东西 所以来说 就是说真的 大家究竟信 镜布 90min 这个说法 或者信 Fabricio Romano 大家自己自行决定 但是 以我看到的情况 我觉得都是没有接触的 跟我几天前的 估计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大家当然自行判断 但是其实我想讲讲 趁这个机会 讲一下雲迪迫 究竟在曼联有没有位置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实他会不会走 我其实之前也说过 首先雲迪迫 就真的挺黑 明明 就算他真的想走 金国欧角杯如果他可以代表荷兰队 踢的话 其实是一个好的表现的机会 令到如果他真的走的话 买家也有点兴趣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距离曼联之前 是很多的传闻 甚至乎传道都差不多 就是他要去皇马 大家要留意这一点 所以其实他真的是一个有实力的球员 而且 其实我听了很多 很多人都知道 我觉得其实他的位置 或者他的踢法 跟普巴和坟奴 其实有点不同 是不是完全重叠呢 我想在苏诗一查的 或者在曼联的 教练团队来说 都是 你看他用他就知道 但是我觉得 是不是真的要 真的这样定型了呢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 未必是 因为其实他还有其他的功用 还有 当我们是多过一套踢法的时候 云迪碧绝对有用 尤其是你见到 有阿玛 这些比较上是喜欢打一些 小组的球员 来了曼联的话 其实那个勢就应该是 比较像云迪碧 但是云迪碧亦要跨过一样东西 就是说他怎样可以 从自己那方面去突破 就是说 不可以在亚迪斯的框架里面继续 去运作 怎样可以打破 即使的框架 而令到他可以 达到亚迪的体系呢 这个就是 云迪碧自己要挑战的 所以 未来一季我就觉得 我们的教练团队 和云迪碧 有没有 找到一些方法 互相夹 因为我们不是没见过的 例如肺特 都是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适应到英超 但是现在 虽然我们也说 在下午有一节 即是晚一点 午餐时的那一节 我都会说 麦湯和菲特的情况 应该是怎样 但是你见到菲特 始终也是 在球队里面做到事 所以我觉得 云迪碧 仍然是 有这个耐性 曼联的教练团队 都是有这个耐性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 活够的 未来这一季 就真的重要一点 因为始终他也在 做了一季 他要知道的东西 或者要融合的东西 都已经在做 未来我们下一季 是不是真的会 见到的效果呢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 我觉得 就算云迪碧 想走的话 也会 起码这一季的一半 或者 未来这一季 我说的 未来这一季的一半 或者未来这一季的踢完 才会做一个考虑 而且 老实跟大家说 如果云迪碧要走的话 我相信 他都会去到一些 比较 的球会 即是说一些比较上 已经是 踢法比较成熟 因为经过这次的经验 我相信 云迪碧 就会真是 的经理人 或者都是 就会找回一些球会 比较跟踢法比较合 才会去 老实实 阿仙奴现在会踢什么足球 想踢什么足球 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 甚至乎比曼联 未知数更加大 如果就算我是云迪碧的转会团队 无论是今个转会枪 再下一季的转会枪 要找球会转会 阿仙奴也未必是我心目中的 理想的 对不对 而且坦白说 坦白说 就继续在曼联 人工不错 就继续在 等待机会 其实这也是一个选择 所以呢 这件事 当然 Fabricio也说了没有 我自己也相信 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这件事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OK 多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拜拜